音乐 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贡献所长 音乐家的能力就是演奏音乐 然后介绍乐器给这些小朋友 我相信是非常好的幼儿教育的一个基础 希望他们有美学的这个概念 然后借由这场音乐会认识不同的乐器 聆听好听的音乐 这段音乐会是台湾西来家 技术提供协会所出来演奏的 音乐追尊上当的观 上当的是免费 我们小朋友本来就跟音乐接触 我希望透过不同的乐团 跟他们的水准 让孩子欣赏到说 真正的音乐家演奏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也希望说借助这样的音乐会 让孩子了解说 每一种乐器他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 甚至你看这样的乐团 可以那个有儿歌小朋友听起来 就特别兴奋而且亲切感 学生一开始放手下 一位客家文化馆 就很重要的学生团体来接活动 鲁卫乡一间水里友人人基盘役会 特别就用教人聚加文化馆 团体来进行 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贡献所长 那音乐家的能力就是演奏音乐 然后介绍乐器给这些小朋友 我相信是非常好的幼儿教育的一个基础 希望他们有美学的这个概念 然后借由这场音乐会 认识不同的乐器 聆听好听的音乐 这点音乐会是台湾西来的 艺术提供协所出来演奏的 音乐追尊上当的观 上当的事免费 我们小朋友本来就跟音乐接触 我希望透过不同的乐团 跟他们的水准 让孩子欣赏到说 真正的音乐家演奏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也希望说 借助这样的音乐会 让孩子了解说 每一种乐器 他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 甚至你看这样的乐团 可以那个有儿歌 小朋友听起来就 特别兴奋而且亲切感 学生一开始帮书家 中央客家文化馆 就有很多学生团体来接活动 在这种这些所在 来未来到伦北一样 一定要参考的地点 那暑假当中呢 中央客家文化馆也 安排了很多学校来我们这边参访 比如说张虎国中的同学 还有虎伟国中的同学 以及嘉义市诺贝尔幼儿园的同学 小朋友他们会来这边做参访 那我们客家文化这边呢 也做好了 非常好的准备来迎接他们 随着应该下线小朋友的秋香 全客家文化馆 又可再次处完成推动 第三个文化节目 记者的平安 超过多 超过多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